字幕提供 我在畫充其要畫的名字 字幕提供 我們喜歡畫那個 形犯現場的設計 真的想畫美術制定 把它作為辦來的用 同學 你是老師 你有責任 市長畫得非常快樂 那工作人員 他要跟我笑著你一同是什麼意思 好 市長 欸 鏡頭在那裡 看一下鏡頭 歡迎收看 猴色返校日 我是Naomi 我是佳愷 我們也歡迎猴市長 歡迎市長 我是市長 猴友宜 今天我們來到的就是 藝術著稱的復興美工 對 市長知道 那知道我們來復興美工要幹嘛嗎 要上什麼課 跟我的職業有關係 跟你的職業有關係 刑警嘛 刑警都是 早期沒有電腦的時候 都要用 人 像 寺廟 沒錯 訪問目擊證人 看那個歹徒長什麼樣子 那市長你有沒有親自畫過 唉 我那不行啊 我們等一下就知道了 對 我們等一下就會看市長的實力 那在我們正式進行課程之前 大家都說我們要先從看開始 先從邊看邊學 我們就來先欣賞一下我們同學們的作品 這邊都是同學的作品 這很棒耶 對啊 很厲害 要在刑案現場做刑案會 就類似像這樣子 哇市長這個 他們很驚喜 我們好像遲到了耶 我們好像遲到了耶 你好 我們今天是要上速寫 速寫課 這個是比較進階的一個話 我們其實就從基本的開始學 那我們現在趕快去上課吧 走 走 我們今天有來了三位新同學 身為現在一個暖身 好 請拿出你的筆跟紙 我們會員一起喔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最簡單的領域 試試看 鼻子 好 不錯耶 市長你好像有點專業耶 對不對啊 你看我跟你的差多少 還不錯 哈哈 對啊 可以 畫一根會是順心的 對 那這樣我鼻樑的側邊要怎麼畫呢 就是畫一條線就好嗎 對 可以畫在眼睛流窩怎麼畫 流窩這裡 然後我們的頭頂在這裡 頭頂在這裡 所以我們要先從眼睛開始畫 我們要先從這裡 眼睛我們內眼角退下來 市長你眼睛好大 市長你下面一點點 這個東西是什麼 而且有同學剛才有教我說可以這樣畫 好像房點是什麼東西 這是折耳板 折耳板 折耳板 對啊這是東西 外面的時候我們自身無難化 因為得到輔助之後 可能才有這麼豐富的材料 好好好 這是我們最次的貢獻 那一樣專隊老師 是啦 能夠給我們提供最好的利息 好的師資跟好的教材 我要不要刺激你一下 可以 我們隊長大人五分鐘 哈哈哈哈哈哈 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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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還沒畫完啊 不行 我們是速寫 對不可以作弊 最後兩筆 好 我在畫通緝要畫你 剛才暖身結束了 我們現在準備要進行 五分鐘skid painting 好我們先上來幫我們抽個錢 這麼快 蛤 果真 就是我 好漂亮的 你兩個是不是都用一樣的 沒有啦這個是佳凱 這是佳凱 預備 開始 正常的地圖 正常的地圖 我的地圖 靠實力好不好 我多大概不是眼睛 你比較好 市長你要畫些嗎 市長把眼睛畫很大 他眼睛蠻大的 大家平平平是有像 同學 你是老師 你有責任 市長 市長畫得非常快 蛤 有像嗎 市長 好同學 所以你不修改一下嗎 市長 市長 這個是你的參考圖 我沒有看你的參考圖 我要給你寫蔡婉蓉 幫我簽名喔 1 2 3 登登登登 等一下工作人員 現在給我孝順一團是什麼意思 我們小老師來說 就是我們的主持人 他的眼睛比較大 對 所以然後市長就把眼睛畫 兩個眼睛非常的閃亮 然後睫毛非常的長 然後都有抓到我們的 特色 你怎麼可以講 講不太下去耶 所以小老師覺得 市長畫的 把那個特色都畫出來就對了 對不對 有在加強 有在加強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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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不要給人家壓力好不好 耳朵太高了 耳朵 耳朵太高了 耳朵太高了 比例畫的不太對 對 比例不對了 好像整部 好像整部畫只有比例有問題 一樣是不是 對 完容的還不錯吧 我怎麼覺得市長好像是8多了 真的喔 不是 因為你想角度的問題啦 角度的問題 角度的問題啊 對 我覺得那個眼球真的也可以再黑一點 眼球可以再黑一點 那我最張呢 是不是太好了 嗯 畫的還蠻正確的 但是我們這樣其實算蠻有天分對不對 還行嗎 不要緊 不是 不是同學都點頭啊 那妳講了一下 什麼好意思不點頭 其實今天我們來上課 短短的時間就能夠體會到同學們 是真的很厲害很用心來上課們 那我們就進行 心得分享時間吧 走 呃 市長你好 我想請問你一個問題 是有什麼故事 所以讓你對美術這一塊有興趣嗎 市長這個我好像知道 市長你在大學的時候 是不是校刊社的啊 欸 主編對不對 好像是主編喔 這個是我在警官學校 設計的新式學校 所以市長大學時期嗎 大三的時候 大三 這邊有插畫 這邊插畫 這個 以前我們校門叫 中央警官學校 對 警官學校 我真的大開眼界 哇 這裡面都是美衣商 這是古董欸 美衣商都是市長的 像這個也是嗎 這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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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裡面都是一些 呃 警察相關的文章 辦案 辦案的文章 你們有看到嗎 文 侯友誼 哇 所以這是市長的字是不是 市長的字啊 市長的字很可愛欸 這個是美工 用的文字 喔 就是畫海報那樣 就畫海報 很厲害 因為人很少啊 自己發明的字體嗎 對 這好可愛喔 海報自己的字體 自己形 所以 把它念一念 啊 結果這個馬里尤醫師 美術一直很有興趣 但是我們小時候 沒有所謂的 經常上美術科 沒有固定上美術科 沒有固定上美術科 警察 學校的時候 我們喜歡畫那個 刑案現場紀錄 所以對空間感的概念要很好 空間感還有 物體的層次的補現象 也要很清楚 所以我一直想畫美術 一定拿作為犯來的用 有沒有城市什麼 就是運動 然後 讓自己的身體保持那麼健壞 他就是隊長畫的 所以你平常是 除了人家出血隊之外 有去打牌球 對不對 這很厲害 動靜得意 對啊 那市長還是要做什麼運動 其實我是跑步 游泳 騎腳踏車 甚至有些 還練練 走行還練練 柔道 現在連結到了一點程度 要快走或是慢跑 那有空就會開始 那每天我都要固定 他會運動一個小時 每一天嗎 幾乎 我很羨慕從基隆來的 學生 因為在你的計畫中 有想要把捷運涵蓋到基隆 可是我住在新竹 每天通車來 那在你將來的計畫中 有想要把捷運蓋得更廣嗎 公民參與 沒錯 每一個人都要關心你周遭的事情 然後去分享你的想法 捷運的建設就是你的交通建設 那你每天必須要搭乘的 你要想我怎麼樣更快速的 方便到省下來 所以我曾經跟交通部講過 只要設計規劃好以後 我會負責任把這條線蓋好 所以我想對基隆人 這個很重要 只有共好才會共融 才會共同的把站走的力量 對大家一起發展 那剛剛同學有提到說 將來會不會有更多 那我覺得隨著時間慢慢的累積 我們的交通建設一定會 越來越完全 那可能會延伸到更多的縣市 那今天其實非常開心 我們能夠請市長啊還有家凱 我們一起跟大家學習這個 人像素寫的這個體驗 那也非常謝謝同學 今天的課堂的參與 請大家一定要記得 務必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可以獲取我們市長最新最新的影片消息喔 那我們喉舌的返校日 我們下次再見吧 掰掰 復興三公 人像素寫隊 成功 成功 這樣動畫畫 動畫畫的是不是 那我們看一下現在是哪個大明星在簽名 我也要去排隊 但是我們看到的 入口 那個的 那就是 在這裡 現在才是 一般的 我已經到了 今天 在這裡 在每一齣 看到 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